新赛季的西甲豪门巴塞罗那可谓是各项赛事均遭溃败 欧冠小组赛没有能够出现 联赛也早早推出了争冠行列 对于他们而言 赛季结束之后能够获得一个参加下赛季欧冠的资格 就已经是莫大的成功 但是想要实现这一目标 他们需要拿出更好的表现 在西甲第18轮联赛当中 巴塞罗那坐镇诺坎普迎来了排在中下游 埃尔切的挑战 本场比赛 巴塞罗那开局不错 前20分钟就已经取得了两球领先的巨大优势 但是本赛季的特尔施特根表现大幅下滑 下半场两分钟之内就被对手连入两球扳平比分 好在替补登场的尼科刚萨雷斯打进了制胜的绝杀球 才帮助巴塞罗那3比2险胜埃尔切 进无场比赛首长胜计 哈维治下的青年军看到了欧冠的希望 进攻有起色 防线仍是最大命门众所周知 巴塞罗那是世界足坛 一个非常有信仰的俱乐部 传控足球是他们一直坚持的理念 但是在上一任主教练科曼的带领下 巴塞罗那给球迷最大的感受 就是为了传球而传球 球队很难在场上形成真正有威胁的进攻机会 但是在哈维执掌球队率硬之后 巴塞罗那进攻端的威胁明显增加 此一面对埃尔切 巴塞罗那在控球率达到74%的情况下 创造出了20次射门的机会 其中8次打在了门框范围之内 但是防守端的表现依旧让球迷头疼 之前一直被视为球队后防线 最值得信赖的特尔士特根 新赛季的表现非常糟糕 这也是不少球迷调侃如今的巴塞没有门将 只要对方的射门命中目标 就大概率能够取得进球 此一埃尔切在比赛当中 三次摄政就取得两力进球 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哈维的巴塞青年军 未来可期哈维重返诺坎普之后 除了球队进攻端明显向好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那就是年轻球员全面爆发 此一位球队打进首例进球的 尤特格拉99年出生只有22岁 传设建功的加维更是只有17岁 而替博登场打进支胜球的尼科刚萨雷斯 02年出生也只有19岁 对于如今财政状况不佳的巴塞罗纳而言 培养这些有潜力的青年才俊 是最切实可行的方式 在赢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之后 巴塞罗纳在少赛一场的情况下 只落后排名第四的巴列卡诺三个积分 而在下一场吸甲第四轮的补赛当中 巴塞罗纳将客场挑战第二名的赛维利亚 如果哈维能够率领球队爆冷击败对手 那么他们将升至积分榜第四名 对于目前的这支巴塞罗纳而言 球迷还是要给哈维足够的时间 只要能够靠队内众多年轻球员的发挥 赛季结束之后获得一个欧冠资格 那么哈维重返诺坎普执教的首个赛季 就是非常成功的参加欧冠的巨额奖金 会让球队有更充足的转会费 去引进适合球队打法的球员 再加上这些年轻球员的成长 未来巴塞罗纳将很快重返顶级豪强的行列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快来关注墨上花开谈体育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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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